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气务剂 跌打损伤 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所以这个就 后来也变成因为这个 当天的时候因为 妇女啊 尤其是姑娘 一般上是三步不出闺门的嘛 对 所以当天的时候也允许他们出来 所以后来也变成这个 这个少女啊 也是当天出来这个 寻找如意夫君的时候 变成也是我们华人的这种群人界 也是从那个时候产生的 因为那天是百无禁忌 每个人都可以出来 当然这个岩酵界 也有一种特别的 所谓饰品 就是叫岩酵 也是一种佛原子 放到那种水 把它放下去 然后就倒上来吃 这种也是一种 这个岩酵的特别的饰品 当然饰品也叫岩酵 可能大家会在想 到底岩酵 听起来好像跟汤圆差不多 可是汤圆的那个粒子会比较小一些 但是元宵呢 它的体型就会比较大 所以在中国是这样子区分的 元宵是比较大颗的 而汤圆呢 是比较小颗的来做的 那除了这个元宵节之外 像赏花灯 情人节这样子的一个玩意之外呢 可是在马来西亚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做法 就是泡干了 这个泡干也是我们马来西亚 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风数 也变成现在很多那些 马来同胞 印度同胞 他们也了解 今天这个泡干 也是说那些未婚少女 就当天去到河边那边泡干 希望运得如意朗金 这个也是成为马来西亚一个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风数了 这个泡干招廊这个所谓的风数啊 这个是很特别的 来到马来西亚演变成这个 特别的一个风数了 所以有机会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或者是留意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泡干文化 就说是女孩子就泡干 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个干上面 然后自己的电话号码 然后跟着如果是男生的话呢 就写在一根香蕉上面 然后就泡到水里面去 那过了元宵节之后呢 大家的心情就会可能会平复下来 那大家就开始啊 在为新的一年就努力的工作 那跟着不久之后呢 就会来到清明节了 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 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啊 那讲到清明节啊 我还记得有一首诗歌 是写有关清明节的吗 是是 这个是唐朝杜牧写的是说 他写的是路上 清明世界已纷纷 路上行人异端屯 街温酒家河处有 木通瑶子新花村 这从这个首诗就有看到出 这个清明世界的书是 都是下雨的时 因为那个是刚好是春雨嘛 那是所以那些 因为他主要是看到那些上路人 去要去拜祭父母亲的 或者是那些长辈的都是 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所以那天都是 所以那时他就借酒消愁了 就问那个不同的那里有酒可以喝 因为杜牧师喜欢喝酒了嘛 所以就是把这个清明世界那种意境带出来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是由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气务剂 跌打损伤 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